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多謝主席 現在我想說說政府新申請的版權條例 技術問題我想今天會有很多同伴講 所以我都不講 我講說立法精神 資產人士 知識產權其實是一個模型資產 什麼叫做抽雜 什麼叫做再創作 其實是一個很難定義的東西 至少要產權持有人覺得是被侵犯 你才能夠告 要不然就沒得告 但是現在你們就說 政府說你有問題 就可以告你了 是不需要再去知會那個版權持有人 我就覺得這些是否叫做怨助代跑呢 而且這個商業社會 基本上經常都會有這些版權控訴 我想也不用政府來多做 現在你們這樣做 反而就是壓殺了這個 請在後面那些團體代表 放下你們的展示版權 放下 放下 全部收回他們 麻煩你 你們繼續 你們說要保護這個知識差權 是為了鼓勵創造 但事實上就是壓殺了再創作 但是創作也是一種創作 即是說你們根本就是會令到創意減低了社會 再進一步來說 或者那些產權持有的人都不太介意別人惡搞的創作 例如我們有一首歌叫《輕姑七有》 就可以上網上上YouTube可以一搜尋到 這首歌是改編至尹光的歌 我相信尹光是不會介意的 但如果立法之後 他們說你這首歌是侵犯了尹光先生的知識產權 但如果他不介意那又怎樣呢 但你們又不會知會尹光的 那你就打殺了尹光得到免費宣傳的機會 那對這些事我覺得即使這個版權持有人 我都非常浪漫了 那麼好了 這個知識產權呢 即是如果你們這樣去強行去所謂 保護知識產權 其實就是不讓一些會令到會有諷刺成份的歌 流通的話 其實就是二少大方 就是和人說其實你們都是神虛 那麼近年都很多創作 那麼我希望呢 政府呢 就真的去認真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多了這麼多政治諷刺的圖畫漫畫歌 就不要去打算去壓殺它 反而你們應該從這件事 視為一種民意去收集民意 多謝主席